潘金莲出了凉凉抹了香香 正满心欢喜地等待着西门庆的到来 可丫鬟春梅就告诉她 西门庆今晚有时要在万春楼过夜 金莲一听这话当场就欺诈了 明明昨日说好了谁赢下猜谜游戏就能连吃是天王中王 可这一天都还没过 西门庆就开始返回了 不甘心的金莲只能让春梅再次去喊西门庆 可春梅刚出院子 就碰见了李娇儿的表哥李明 这李明一直暗恋春梅 不过春梅的反抗想要和她造一个小人 及时救下了春梅 随后武松压制李明找到了西门庆 想让她给春梅一个说法 西门庆随后将李明带回家中 她本想责罚李明 可李明却信口辞黄 说是春梅故意勾引她 二夫人李娇儿更是火上浇油 说春梅平时就不检点 经常看见她和家庆没来眼去 西门庆见此想要责罚春梅 金莲上前想要给春梅说话 可却被西门庆一手推开 最后还是在平儿的帮助下 春梅才逃过一劫 虽然李娇儿表面上说是春梅的过错 可她怎会不知道自己表哥的德行 还骂她急不择时 就连家里的丫鬟都不放过 一阵数落过后 李娇儿为了自己的安全 决定让表哥李明离开新门府 可李明却拿着做假账的事情进行要挟 李娇儿这才知道自己做了隐狼入室的事情 最后无奈之下只能同意帮助李明得到春梅 随后两人在屋里设下酒宴 想要邀请春梅前来道歉 可当袁霄前脚刚走 李娇儿便开始在茶杯上动起了手脚 怎料这时袁霄却又返回了房间 你找死 不声不响地进来想吓死我 我是想来拿那个碟子的 你看见什么了 没有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让我知道你在外面乱讲 到时候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拔了你的皮 之后袁霄带着春梅来到李娇儿房间 两人先是向春梅道歉 看春梅犹豫不决 两人当机表率先一口喝下了赔醉酒 春梅见此不好拒绝 只能端起酒杯也喝了下去 然而当他起身想要离开时 却直接瘫倒在了李明的怀里 正当两人想要把春梅抬到床上时 却纷纷也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平儿却走了进来 他安排袁霄先把春梅抬走 可正当自己也要离开时 心里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关注我 我们下集再说